我們看到現在最新的演藝消息 就是生命很精彩的蔡依林 配上現在生活很暗淡的錦榮 好 國安哥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事情 成為最近演藝圈 最大的一個消息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先把這新聞 你幫我們做個解讀 對 其實那個蔡依林跟錦榮 項鑫已經六年多了 七年之養 是不是七年之養 我不是很清楚 快要養 應該就七年了 但你知道當年錦榮 只是拍了蔡依林的MV 叫做玩愛之土 結果因為錦榮當年 小鮮肉長得也很帥 現在很帥 對 又高 當時更年輕 六年前才二幾歲 就是跟鼎泰豐小籠包 天天吃也會膩 這個我是不太清楚 這個你可以去問蔡依林 是不是有這種狀況 好吃是好吃 但天天吃也會膩 不可能吃七年 可是他真的覺得 蔡依林為了他放下天后的身段 你開什麼玩笑 以前蔡依林據說 她是一個很ㄍㄧㄥ 很要求完美的人 可是為了錦榮 她可以放下身段 跑去路邊跟錦榮一起騎單車 對不對 去夜市 然後吃那個雞排 然後怎麼樣對不對 就是過得非常平民化的生活 比如說錦榮很喜歡騎單車 騎腳踏車 他就比他騎U-bike 這樣慢慢這樣騎 因為錦榮跟他這個收入 實在差太多了 多到什麼狀況 就可以知道後的男人 壓力一定很大 對不對 所以其實那個 這個後的男人 對 王后的男人 王后的男人 壓力很大 對 你可以看 光是連今年整個的錦榮收入 他家已經比以前好很多了 他的收入據說 連台幣200萬 比台幣還要低 甚至當時每個月 他租的房子長這樣 在光復南路的一間 非常非常小的一個小套房 大概四 五坪大 然後舊公寓的外觀有沒有 當時蔡依林已經住在 瑞安街的豪宅裡面 就是這個瑞叉叉石 已經住在這個豪宅裡面了 所以當時他們交往的時候 你知道光這個住 身價差很多 知名度根本就是天差地遠 麻雀變鳳凰的概念就對了 對 所以那個錦榮 也這樣因此 為什麼只有女生 能麻雀變鳳凰 為什麼男生就不是 就是天女人 就不能麻雀變鳳凰 也不是沒有人 對 他當時就畢竟知名度差很多 那你就知道 大家都會用放大鏡 去檢視蔡依林的男朋友 因為是天后 開玩笑 你是貴為天后 你以前教我的男朋友 叫周杰倫 開什麼玩笑對不對 跟這個錦榮VJ一練對不對 所以錦榮其實也是靠著蔡依林 一步一步拉來他的知名度 還跑去大陸演了小時代對不對 變成這個知名度 慢慢這樣水漲船高 可是他們這次 六年多的戀情玩完 大家也覺得非常的驚訝 為什麼 因為錦榮才在12月初 也就是前幾天的時候 接受了媒體的專訪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分手了 但是錦榮還是出來 講了他的愛情觀 這個婚姻觀有沒有 當時大家就覺得 秀出一些風向球 覺得味道不太對勁 為什麼 因為錦榮講完以後 蔡依林那邊當時是沉默的 不講話的對不對 他當時講了什麼呢 第一個 我希望結了婚以後 婚戒是不離手的對不對 因為戒指戒指 婚戒不離手 代表我們對愛情很忠貞 再來冠夫姓 以後蔡依林記得要冠我的姓 因為冠夫姓 我們是國外人對不對 他是紐西蘭人 要冠夫姓 再來財產共有 冠夫姓的人現在很少 很少 可是在國外其實行之有年 希拉蕊 柯林頓 希拉蕊其實姓就是姓柯林頓 他是冠夫姓 那是美國人 那個錦榮是外國人 錦榮是紐西蘭跟加拿大混血 所以他其實本名叫做Vivian Dawson 所以叫做VJ鏈 Vivian Dawson 所以如果蔡依林冠夫姓的話 很可能就會變成伊林蔡 Dawson 這個開個玩笑就是看起來 有點像吸塵器的感覺 好像跟天后的名字 有點這個不太一樣 那如果冠中文的姓名 因為他其實中文 錦榮應該是義名對不對 那如果叫錦蔡依林 錦 前面打個錦字號 好像分機 喂你好 分機蔡依林 錦直播分機號 沒有 這大概是開玩笑 但是說基本上 就是冠夫姓這個部分 可能對蔡依林來講還好 但是我大家都認為財產共有 其實是最嚴重的導火線 為什麼 因為收入就差了14倍 光今年 蔡依林就4.3億 現在蔡依林總剩下是20億 錦榮好不容易到現在才有3000萬 但是他的收入 畢竟跟天后差很多 而且他的通告 他的那個基本上拍的電影 或是戲劇作品 都不是特別的有名 所以其實錦榮 畢竟還是跟後差了一大截 錦榮自己也有講 他說分手的消息出來之後 錦榮就跑去跟媒體講 明明就訪問他 他說其實他這六年 過得一點都不開心 他因為怎麼樣 在他紐西蘭的那個地方 沒有勾載隊 他來這邊 就大家每天拿放大鏡看他 覺得壓力好大 他說他都不敢交朋友 他會很害怕說 今天不小心跟誰交朋友 在路邊吃飯 被拍到 然後又開始做文章 所以說他每天除了在攝影棚 就是在家裡 他只能兩邊跑 所以說對他來講 當後的男人 當了六年 壓力也是滿大 好 我們看 其實今天分手最開心的男生 就在我們現場 叫徐清皇 清皇非常High 因為清榮跟蔡依林分手 他說景榮早就該分手了 憑什麼 清皇 憑什麼 你可能要看罪他 對啊 你沒有這樣說 你沒有這樣說 可是你覺得景榮配不上蔡依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如果從週刊的 這一期週刊報導的內容 來看的話 對 那他們是在11月的時候 就已經有分手這件事情 是 那另外一個新聞事件 大家印象深刻 是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大概12月16號左右 看到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內容談的是說 景榮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談到他跟蔡依林要結婚的 三個前提跟條件 就是剛剛果然講的 那換言之 你從時間點的落差去看 你們不是11月就分手了嗎 那為什麼12月16號的時候 你還要再提 你跟他要結婚的三個前提是什麼呢 那從這邊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如果就是說你能在說分手 那你在這個時候 突然就把他Cue出來 你在消費他 你等於是在消費蔡依林的項目 在消費中間 可以選擇 在消費中間 再去念一顆 這邊 在消費中間 再去念一顆 這一次 這一次